當時是福祉賞是怎麼的豐盛 馬總統也是很不耐的情形 因為他作為國家援手 他就是必須要為國家的靈緣 等級發展 所以有看到 臺灣必定會面臨到靈緣問題的困難 到現在開一條九千幾億 去買風吹 吹到後面 我跟你說 風台來 不用太吹 那兩條都是我們的費冠錢 這開始五千億下去 一年可以發電四百億多的電 剛好就三千四百五十幾風吹的發電量 結果那時候就是為了選票 大家說這是為了選票的問題 所以台北市跟新北市都反對 坦白說 其實這個反對做成馬總統為難 這樣要怎麼樣 總是要替我們的兒子 留一條命名 臺灣是沒有靈緣的時候 可以重心揮揚 所以才會說先風吹 他們現在說什麼 風吹就是廢毒 就是你馬英九把佛西昌廢掉 你現在都當作我們討報 我聽好了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